大家好,我是小韩,欢迎来到民航食意 买回来的猪肝,别总是炒着吃,或者是油炸着吃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猪肝非常好吃的特色做法 不用加一滴水 吃起来鲜嫩多汁,不腥不柴,非常的入味 搭配上米饭,真的是太下饭了 做法也很简单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把猪肝用流动水冲洗冲洗 放菜板上 给它切成两半 取一半就可以 这块猪肝呢,比较大 然后再改一下刀 给它切成片 尽量切薄一点,这样更容易熟 猪肝是一种非常好吃的美食 其中营养价值非常高 尤其是家里面有老人和小孩的 建议每周都能吃上两三次的猪肝 对身体有很多的好处 切好装入碗中 碗里面加入半罐啤酒 啤酒的量能没过猪肝就可以 猪肝呢,是猪的排毒器官 腥味也是比较重 很多人都是直接开始做 这样吃起来会非常的腥 很影响口感 这里,我们加啤酒来清洗 可以很好地去除腥味 还可以增加香味 不疑惑的时间 猪肝里面的血水 就已经被抓出来了 要想做出来的猪肝好吃 无腥味 清洗是必不可少的一步 抓洗一分钟的时间 给它倒入漏盘中 继续用流动水冲洗干净 我们用这个方法处理出来的猪肝 不管怎么做 吃起来都非常的好吃 没有一点腥味 清洗干净后 给它控干水分 直接倒入碗中 再来调一个味 加一勺生抽 半勺老抽提色 一勺胡椒粉 半勺白糖 半勺盐 一勺淀粉 把它抓拌均匀 这里加入淀粉 能使猪肝更加的滑嫩 多抓拌一货 使猪肝入味 然后放一旁 腌制15分钟左右 接下来准备配料 一个生姜切成片 几头大蒜切成小块 切好装入盘中 一颗大葱切成小段 装入盘中 再准备半个洋葱 改刀切成小块 把它抖散开 装入盘中 接着准备几个小米椒 切成小圆圈 不能吃辣的 可以不用放 或者是化成红椒 再切碎一点 切好装入碗中 再准备生姜和大蒜 给它们切成姜蒜末 尽量切碎一点 这样吃起来口感更好 切好装入碗中 一把小葱 葱白和葱叶分开切 把葱白切碎 装入碗中 再把葱叶切成葱花 装入盘中备用 来调一下味 加一勺生抽 半勺盐 一勺剁椒 搅拌均匀备用 接下来开大火 把砂锅烧热 加一勺油 油热后 把葱姜蒜 洋葱 倒进去 翻炒至断生 朋友们 视频都看到这了 请用您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 帮忙转发一下吧 您的支持 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非常的感谢 再把猪肝倒进去 整理平整 然后把辣椒酱打上去 它均匀 这样猪肝呢 更入味好吃 盖上盖子 给它焖一分钟 然后顺着砂锅盖边缘 倒入少许的啤酒 继续给它焖一分钟左右就可以 时间到了 打开盖子 哇 好香呀 看着就很有食欲 都忍不住的吞口水了 闷的时间不要太长 不然猪肝容易变了 吃着影响口感 撒上葱花 就可以美美地享用了 猪肝吃起来 鲜嫩入味 一点腥味都没有 香辣又好吃 做法也是超简单 尤其是冬天 天气比较寒冷 炒出来的猪肝容易变冷 那您像我这样做 吃起来热乎乎的 全身都暖暖的 搭配上一碗米饭 真的是太下饭了 好了 今天的家常菜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 就收藏起来 给我点个关注吧 我是小韩 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 对我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